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院即将为您尝现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出淤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 这句话形容的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植物 莲 自古以来人们都以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莲 也真的是奇怪 那一片片莲叶都是从黑乎乎的淤泥里长出来的 可为什么它那么干净呢 这些叶子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呢 这一片片的莲叶仿佛充满了魔力 无论上面有多少水 它们的表面依旧十分干爽 说这话的老人 名叫王岐超 今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 研究莲花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他也因此被成为中国莲花第一人 六十年代嘛 我六十六岁退休 九四年退休 以前在工作工作上做 退休了在今年二十年了 没有蛋 还在做 所以爷做的现在小孩儿样的 别爱 半个世纪过去了 王岐超依旧是为莲而痴迷 你做了个事 你要就没做进去 做进去就已经耐上了他 耐上了他的话 你什么就觉得有趣味 莲花像谜一样吸引着王岐超 最初让他着迷的是 莲叶竟然具有不沾水的神奇功能 我们把水倒在连夜中 不管水有多少 连夜却似乎从未被水浸湿过 水倒出来以后 连夜完全是干燥的 在雨中观察这些连夜 你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连夜的神奇 在雨中 其他植物的叶片会变得湿漉漉的 而连夜却完全不同 连夜之下 一个个雨滴 就像是一个个舞者 欢快地在连夜的大舞台上跳着舞 可无论怎样 连夜却依旧保持着干爽 我们拿南瓜叶和连夜做一个比较 叶片上都撒上灰尘 再用水冲叶片 结果令人惊奇 在水的作用下 南瓜叶子变得很脏 而连夜却不受任何影响 不沾水也不沾灰尘 也许正是连的这种生物学特性 让它和佛教有了很多关联 这位莲花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让它显得愈发神圣 我们这个佛座 佛菩萨座的这个莲座 你看像河河 观世音菩萨手上打的 也是荷花 所以这个东西 它跟这个关系就比较密切 但中国的道教也跟 跟荷花也有一些关系 对其他的花就很少 莲花总能引发人们创作的灵感 历朝历代 许多文人默克都曾经写过莲 杨万里曾用揭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来形容莲的壮观 用小荷材入尖尖角 早有倾平立上头 来形容莲的妩媚 文学家用感性表达对莲的喜爱 而科学家则试图用理性揭示其中的奥秘 连夜表面的不沾水现象早已被许多科学家所关注 但是却一直无法从科学上解释这种神奇的现象 20世纪70年代 德国的一位植物学家实验中偶然发现 通常只有那些表面光滑的叶子才需要清洗 而看起来粗糙的叶子往往很干净 尤其是荷叶 它的表面不但不带灰尘 而且连水都不沾 科学家们给这种现象还起了个名字 叫连夜的自清洁功能 那么连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清洁的功能呢 最开始人们认为是连夜上那层白色的蜡质结晶决定的 眼睛可以看到那层蒙在荷叶上的白色蜡质 用手一摸也能够感受到蜡质的存在 但是很多植物的叶片都有蜡质 可是水滴上去很快就铺平蔓延开了 更达不到水珠在荷叶上大珠小珠落浴盘的效果 所以除了蜡质之外 连夜不沾水一定还另有原因 这个泥团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解开 德国的科学家首先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观察了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 正是这个微观结构解开了荷叶的不沾水之谜 将荷叶放大一千倍 一个神奇的世界呈现出来 荷叶的表面竟然是由一些凸起构成的 这一个个的凸起究竟有多小 它们平均大小约为十微米 只有一根头发直径的十分之一 这是微米级的凸起 再继续放大一千倍 一个更为神奇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个个的凸起上面竟然还有一排更为微小的凸起 它们小的得用纳米去衡量了 只有一根头发直径的二百五十分之一 这是纳米级的凸起 没想到吧 在荷叶粗糙的表面上 竟然有着这么精细的 微米加纳米的双重结构 我们看见了荷叶 竟然是这样的世界 它们原来是由一些微米的小山 在叠加上纳米小山构成的 看似光滑的荷叶表面 其实是由一个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山头组成的 山与山之间的空隙非常窄 那些个头远远超过小山的水滴 只能在山头上跑来跑去 水滴之所以只能在山头上跑来跑去 还不单是因为山之间的缝隙太小 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山和山之间 都被空气填得严严实实 形成了一个类似气变的东西 当水滴降落在荷叶表面 因为隔着一层气垫 在自身张力作用下形成的水滴 就在这层气垫上自由滚动 在滚动的过程中带走了荷叶表面的尘土 连夜的这种不靠外力 就可以让自己变得很清洁的现象 科学家称之为连夜效应 自然界的现象 给了科学家无限的想象与创意 科学家开始尝试在许多领域里 运用连夜效应 在许多建筑材料上 开始运用这项技术 如果用上新的材料 城市里的一些建筑 就再也不用人工去清洁了 更多的领域开始引进连夜效应 借助高倍写媒镜 我们走进了连夜的微观世界 也让科学家解开了连夜不染尘埃的秘密 连夜效应也被更多的行业所关注 随着科技的发展连的更多秘密也被解开了 连是由一粒种子 在淤泥中破土而生长出来的 可是从淤泥到水面 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水面上的连夜高矮交错 它们为什么有的紧紧挨着水面 漂浮在水上 而有的却又平平欲立于水面之上 这是莲的生存法则 在淤泥中 莲子开始萌芽 一粒小小的莲子 比起花生米也大不了多少 就像所有在土壤中的种子一样 破土之前 大部分的养分要依赖种子本身 所以莲子必须要承担起 连夜破水而出之前的大部分养分 一般莲堂的水深十多厘米 莲子从发芽到长出水面 通常会在三天之内完成 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 一粒小小的莲子养分有限 它必须与时间赛跑 要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这段生死攸关的旅程 这个椰片 它开始从水里出来 它是跟根一样是直的 那个活距点你们是看到的吗 不是根本是直的 贴起来的 长出来以后它就张开 长平张开 出水以后它就张开 在水下它 它刚刚一粒给牙的时候 它是个 你看不出来它像是叶 它是个直立 直立的尖 如果连夜在水中是张开的 生长过程中的阻力太大 会影响连的生长速度 连夜要第一时间破水而出 所以它要像锥子一样捡起来 这是阻力最小的状态 不方便嘛 它被出来以后 出了水它才粘开 水下它怎么粘呢 它不粘 这是它自我生成的这个 吸引环境的一个 第一片叶子 刚刚露出水面 卷着的叶片 开始快速展开 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莲子 长出的金杆不够粗壮 如果继续向上生长 金杆无法支撑住 连夜展开后的重量 它必须要依赖水的福利 更重要的一方面 莲子的养分 不足以支撑连夜继续向上长 所以连夜出水后 要快速打开 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养分来维持生命 这片叶子因为在水面上漂浮 所以又被形象地称为 狐翼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莲子可能距离水面的深度 要超过十多厘米 莲子发芽之后 便显现出更为神奇的一面 它好像知道 这是一段艰难的长途跋涉 于是它会加快生长的速度 它知道 如果自己不努力生长 莲子无法提供太长时间的养分 这段生命之旅 极有可能就会成为死亡之旅 有时 它的生长速度会加速一倍 只是为了赶在三天的期限内 到达水面 这是一片重要的叶子 它进行光合作用提供的养分 开始让种子生根 同时长出一条鲸 这条鲸会长成日后我们所见到的藕 藕与藕之间的结叫藕结 藕结上同样可以长出连叶 它们按照同样的方式破水而出 因为有了第一片浮叶光合作用提供的养分 这些藕结上长出的叶子 在露出水面后并不急于展开 它们要继续向上生长 充足的养分 粗壮的筋杆 孕育出了肥大的连叶 这些硕大的连叶进行的光合作用 足以支撑淤泥里藕的生长 在一片莲堂里 一眼望去 高高低低的连叶 大的大小的小 它们本就这样杂乱无章 还是在遵循着某种生长规律呢 从一片莲堂中 如果小心地取出一株完整的藕 就会发现 这满堂里看似杂乱生长的莲 竟然都遵循着一个不变的规律 莲子上长出的第一片叶子 浮在水面上 它的高度最短 叶片最小 而随后长出的叶柄越来越高 叶片也会越来越大 第五片叶子是叶柄最高 叶片最大的叶子 从这个时候起 叶柄会越来越矮 叶片也会越来越小 最后一片叶子 像第一片叶子一样大小 而且也会浮在水面上 形成了一个神奇的对称 所有的植物都要进行光合作用和呼吸 莲也不例外 但是与其他植物的呼吸相比 莲的呼吸更为直观 一片莲液 为何如此神奇 不沾水 充足人家它不沾泥 它有着怎样的结构 竟然让科学家惊叹不已 淤泥中的一粒种子 为何突然加速生长 莲液上的水 为什么竟然能冒泡 莲的世界 一个明明一样的世界 科技院即将为您呈现 莲液上这些水产生的气泡 就是莲正在进行呼吸的结果 折断脸杆 金杆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正在冒出的白套 这也是莲呼吸的结果 莲液中心这个黄色的部位 长得有些像鼻子 而且还是呼吸最强的部位 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莲鼻 在莲鼻上扎几个小孔 会出现一个个白色的小泡 如果倒些水 莲的呼吸会更加奇怪 侧面剖开莲的金杆 可以看到金杆里面 是几条大小不一的管道 横线面的话 这些通道更加明显 楼也好 这个杆也好 不中间有些苦眼吗 就是它的气孔道 它是充气的 它是靠这个呼吸 进行呼吸作用的 那个孔就是会通气道 植物的生长 需要阳光水和空气 而藕生长在池塘鼻衣泥中 泥中的空气很少 为了藕的生长 莲液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 莲鼻进行呼吸 莲感是空心的 这一个个通道 就逃离我们人的呼吸道 连和其他植物一样 吸收二氧化碳 制造氧气 在水底淫泥中 藕有一个个气孔 有一部分被制造出的氧气 在这些气孔中自由流动 然后通过连杆 那个通道向上传递 最后再通过连笔 输出到外面 藕跟那个粮杆 跟那个荷叶 跟那个花 它是一个整体 藕是什么 地下精 它是为了出生养分的 为了繁殖的 那生存在下面 固定起来 是起这个作用 所以它都有 它不是都有孔吗 孔通过节都是有孔的 它的孔就是通气道 它这个装置就解决 它这个护积问题 在长期的进化中 连形成了这种 独特而神奇的结构 也保证了连能够代代繁衍 生生不息 它就是适应这个环境 所以它这个杆上 都是通气 跟下面都是连起来的 所以它能够长 能够生成的 它是个连体的 因为它都有孔 你看那个花杆上 花杆上都是有孔 它都是连的 它就是为了给生产 在我国 莲花因其冰清玉洁 一尘不染独特的气质 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我们是起源中心之一 而且我们是世界的 核化的栽培中心 没有哪个国家 有我们花材费的这么普遍 从荷兰江一直到海南的三亚 从台湾一直到新疆 所以这个面风不是最广最广 而且荷花的用途来讲 也就是最广的 它有婀娜的莲叶 有雅致的花朵 有庆人的清香 正是因为它的神奇 让更多的人非常喜爱 古史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 小火踩入尖尖角 刚刚荷叶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好看 一直到最后花败了 也哭了 还是留在藏和挺有声 你起来 你哪种花 花写了以后也得好看 某单行吗 梅花行吗 是吧 植花行吗 都没有这个条件 早春 高低参差的莲花梗 大小相间的莲花叶 给人以清新愉快之感 盛夏 花海中畅游 池塘边赏花 令人流连忘返 深秋 密密麻麻的莲花缝里 挺立着一个个莲碰 新鲜的莲子营养丰富 入冬 荷叶干了 藕成熟了 人们又开始品尝藕的滋味 它浑身是宝 就连荷叶也可以做成茶 吃醋油脂 作用非常好 荷叶 终于人为 它要亲爱 实施 兼沛 兼职的作用 莲虽然普通 但是却充满着神秘色彩 其实对于莲叶的神奇现象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认识到了 很多的诗词文献当中都能够看到 但就是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就是这个莲为何出一泥而不染的谜底 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解开 借助科技手段 让我们有幸了解到莲花生命的奇妙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 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去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许亚童在山坡上 浸起了一片蔬菜大棚 可他却说 种蔬菜不是他的目的 菜不是种的 一个突发奇强 许亚童在大棚后墙上养起了蜗牛 这一养不要紧 一个棚里竟然养出了两多蜗牛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后墙又该如何养蜗牛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